小同事得了什麼樣的 你看這個之後特別注意 這是多久以前的事 2017年的事 然後那時候醫生檢查 發現在我子宮內的三點鐘的方向 就發現一顆 就肉眼看得出來 三公分的腫瘤了 我那地方一直在出血 然後醫生就很快的安排我住院 隔天一大早7點的刀 我到下午2點多才出手術室 切下來東西拿去做化驗 不是來切一盤 做化驗的時候 也是說我跑08 妳也轉移 我也轉移到08 然後 我也是做了 沒有08就不用化療 對 我也是做了10次的化療 28次的放療 也是 然後等於我 辛苦… 在病房等於入院前一天沒吃 進病房 排空沒吃 然後手術醒來 進食沒吃第三天 然後第四天我也覺得還好沒吃 第五天開始覺得餓了 當然 當然啊 都這麼久了 都快餓死了 不是 餓了 我真的餓囉 然後我就問那個護士說 我現在真的好餓 可不可以給我吃一塊蘇打餅 或者是一片吐司就好 對 補充一下下就可以了 對 因為真的太餓了 對 護士就嚇我說 王小濤 我告訴你 要是現在吃了以後 你信不信 你信不信 如果你要吃的話 你就變成擦鼻胃管囉 因為他看到後面進食 他也不能亂給我吃東西 對… 我被他這樣一嚇 我當然不敢吃啊 沒有 他就是要嚇我 他當作是木柵動物園 禁止餵食 禁止餵食 他真的禁止餵食耶 對啊 好 他跟我講了 他要怕… 我怕他會心軟 我覺得很賤的是我不吃就算了 我老公啊 他都會買一些鹹酥雞啊 這個太缺德了 醫院吃鹹酥雞 隔壁的都可以氣質 水煎包啊 然後我就很像 我只能用紋的啊 不然怎麼辦 連婆婆媽媽煮的那些鱸魚湯 想讓我上口趕快好 我都不能喝 我都用那個棉花棒 沾一點 沾 然後抹在嘴唇 然後這樣 都覺得那一點都好幸福這樣子 是到不知道好像第八天 還是第七天的晚上 反正已經換大夜班了 八天這個已經快修煉成仙了 我真的快成仙了 我跟你講 後來那個大夜班的護士 進來巡房的時候我就說 我到底什麼時候才可以吃東西 我真的好餓喔 然後他就說 妳等一下我去看一下妳的病例 他走出病房 很快的回來說 小偷 我說蛤 為什麼 他就很驚訝問我說 妳該不會這幾天都沒有吃東西吧 我說沒有啊 已經八天了 他說妳早就可以吃了 可能護士太忙 沒注意 那個進食我拿掉 對 其實我早就可以吃了 早就可以吃了 對 但是會氣到復發耶 這個是有點烏龍的對不對 對啊 妳八天瘦幾公斤 沒瘦 沒事喔 對啊 我也瘦兩個十天 瘦兩公斤 原來有些人 也是會懷惑的 來 走